CDC表示说新冠抗体检测结果或一半出错 切无参考 来自香港媒体香港经济日报的信息表示说 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超过168万人确诊 约9.8万人死亡 美国疾控中心CDC早前的时候承认说 将新冠病毒检测与抗体检测结果统计合二为一 疾控中心更是估计 抗体检测可能高达一半的阳性结果出了错 呼吁不要参考抗体检测结果来做重开的决定 美国CDC于网站当中发布了最新的指引说 承认抗体检测结果未够准确 更表示说 有某些情况下 检测结果呈现为阳性的人可能只有不到一半 真正拥有抗体 CDC呼吁各州的政府以及机构不要参考检测结果 来决定是否重开学校宿舍或者是疗养设施 也不应该参考检测结果用于确定个人免疫状况 CDC还建议说各州的卫生官员如果要进行抗体检测的话 要使用他们能够找到最准确的检测方法 并可能要进行两次检测以确保他们的准确性 该州新更是指出 该国大部分地区的抗体流行率较低 估计介乎于5%到25%左右 可能目前检测而出现的较多为假阳性的结果 及较少为假阴性的结果 外界优律检测结果出错 会令部分接受检测人士误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抗体 以及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 CDC其后也在更新的网站当中做出了指引 指出即使检测结果正式为阳性 民众也不应该假设自己已经有了免疫 杂志大西洋组织早前的报道表示说 美国CDC将病毒检测 及考验现在有多少人患病与抗体检测 及考验有多少人曾经感染病毒 但已经痊愈 两套数据合并成为一套的数字 疾控中心早前证实了该报道 哈佛大学的教授阿西什甲就表示说 病毒检测的目的是了解感染的人数 而抗体检测就像透过倒后镜来进行观察 强调两种检测是呈现完全不同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